新竹市区有一家电子游艺场被一个男的拿玩具枪跟假炸弹抢劫 当场被电源给制服了 落网之后这个歹徒说他其实这个是一个爸爸 他有个五岁的儿子罹患了重症 所以他要照顾儿子医药费又那么的庞大 搞到他自己的工作都丢了 儿子的医药费还有保姆费全部都靠太太在早餐店 那么一点的薪水真的是已经快要支应不下去了 才会铤而走险 当然这样的故事令人觉得相当的鼻酸 不过做法还是错了 一把玩具手枪和一个裹上绿色胶布的积木 就拿这两样东西 这名真心男子先把自己灌酒灌醉 随后到住家附近的电子游艺场抢劫 结果当场被电源给制服扭送警局 七一 还有一个说 分你也出头控 小孩又打蜜 你辛苦没钱 所以你就会太胖太胖 真心男子原本在竹北科技园区担任工程师 为了照顾五岁罹患亚斯伯格症的儿子 常常矿职而遭到解雇 实验期间全靠妻子在早餐店工作 一个月两万多元的薪水养一家人 他说他不来上班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之后来看他报警才知道 保姆被生活费把他压到喘不过气才挺而走险 真心男子落网后在警局内面对年过七旬的老父亲 只能相拥透哭 中文新闻何孟千新竹报道